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在这里有长达2.2公里长的步道 让你可以边散步边享受竹林浴 那整个路段是有八个大主题的 包括大吉大利 青梅竹马 还有哲学者之路 竹律苑整个路段由大吉大利 青梅竹马 哲学者之路等等八种主题构成的 从竹律苑入口沿着木楼梯 移住一步走上去 明面吹来的清风可以为疲惫的身心带来清凉感 让心情焕然一新 站在这个展望台上呢 可以看到的风景包括了檀阳川 还有平均树林超过300年的官坊地零 以及水山五分道 距离竹律苑不远呢 我们来到了这条长达8.5公里的水山林浴道 这里呢原本是国道24号 但因为在旁边呢又开了另外一条国道 所以呢这里才变成了步行和骑自行车的道路 林浴道总长约8.5公里 建造于1970年代早期 当时韩国正全面展开打造林浴道的工程 谭阳郡就在那时种下了水山树苗 造就了现在茂密的林浴道 沿着林浴道散步 令人不知不觉陶醉在异国风景的风景中 通过绿色的隧道会深刻理解到 为什么这里被称为梦想的兜风路线 这里如梦似幻的美景 也使水山林浴道在2002年 美丽林浴道活动中得奖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